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惜父亲来不及看到成绩 对他来说是心中永远的遗憾 不过也因为一句对父亲的承诺 古瑞琴即使再累再苦 也没有后悔过 在新竹关西镇上 有一间超过五十年电铃的客家料理 第三代老板古瑞琴接手后 将餐厅重新拉皮 改装成暖色调戏的用餐氛围 让客人来到餐厅就像回到家的感觉 即使时代迁移 不变的是对食材品质与料理的坚持 这道仙草乌骨鸡汤就是正殿之宝 甘醇浓郁的好味道 几十年来没有变过 我们要先把草熬汁 熬汁熬大概要熬个四个多小时 熬汁熬好以后呢 我们再把乌骨鸡放进去一起蒸 其实熟去感觉很简单 可是呢过程时间是很冗长 我们的乌骨鸡呢 因为现在小家庭嘛 我们是把它破一半 一半然后把它入味 那必须要先汆烫过 汆烫过呢它不会太油腻 它喝的时候口感会比较好 因为关西盛产的地利之变 仙草取得容易 经过四小时的熬制后 这一锅看似不起眼的黑水 可是富含植物胶质 再与乌骨鸡的动物性胶质 融合在一起 喝起来甘甜顺口 不论夏季或是冬天 来上一碗热汤暖暖味 都相当合适 我满骄傲的能够坚持用这个 因为有一些 它们会加一些中药 增加它的那个黑色的浓度 可是我不要 它吃起来口感非常滑顺 而且其实很清香 它没有任何中药加在里面 然后适合很多体质 各种体质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里面我最喜欢的 就是那个乌骨鸡汤 最推荐的就是乌骨鸡汤 因为真的很好喝 我们待会还会带一宗回去 而餐厅的另一道招牌菜色 菊香椒盐炸粉肠 是从传统的客家煲汤 菊叶炖粉肠改良而成的 所有食材都是老板精心挑选过 不止灵魂配料 菊叶是自己种植 使用的粉肠也是品质较好的 上好的粉肠不多 上好的粉肠就是肠子里面含有粉的这样 那它生的时候你看不出是粉 所以非常惊艳老大才能够知道 这到底好不好 通常我们会用 鸡子叶 排骨 然后粉肠一起去蹲 可是有一个问题出现 它就是说 如果说时间不够的话 火候不够的时候 那个味道出不来 就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才会想一种方法 我们就尝试用炸的 结果反应非常好 菊叶粉肠的口感相当特别 酥炸后的粉肠有嚼劲 没有肠子的腥味 与菊叶一起入口 又是不同的风味 菊叶微微的辛辣香气 与粉肠完美融合 不敢吃内脏类的朋友 不妨可以尝心一下 吃下去之后觉得 真的很有那种很惊艳的感觉 因为我们不知道说 我们虽然没有吃到极酱 可是我们吃到它的叶子 然后它又加它的椒盐 那粉肠吃起来就是脆脆的 然后又有那个淡淡的那个吉香 我觉得我非常推荐这大美食 它的味道非常的美味 然后嚼起来也 它炸的就很香酥 然后里面还有拌一些吉子叶 它可以提升它的味道 第三代的谷瑞芹保留前两代做法 延续传统好味道 但在她还没接手之前 父母曾因激劳成疾 一度打算将餐厅顶让出去 但又舍不得就百般说服谷瑞芹回家 爱家顾家的她 毅然决然辞掉二十多年的会计师工作 回到家乡守住餐厅 然而回家后考验才正要开始 刚开始说实在话 看的跟做的完全两回事 以前看妈妈在煮菜 看他们在做菜 我就觉得想当然了 现在要投什么料都知道了 可是当你真正拿起锅铲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那我一定要从基层开始做起 当初回来 回来跟乡下跟都市桃园这样子 这个生活机能差异蛮大的 还真的需要很久的适应时间 谷瑞芹从一开始 对厨房作业的不熟悉 到现在备料 炒菜 装盘的动作 一起合成 为了接手餐厅下足功夫 除了精进厨艺外 对食材的要求也是特别严格 这道炒腰花 就是严选温体猪的腰花 与辛香料一起爆炒 不会过老 腰花厚实脆口又鲜甜 再加入青椒增加爽脆的口感 炒腰花这个很明显 跟那个是进口腰花绝不同的 就是温体的猪 吃起来才会有这么一个口感 炒腰的味道就是 很传统的客家风味 这个是也就在关西这个小山城 能够保存这种风味 另一道客家咸猪肉 使用的是温体猪 并腌制半个月 使其完全入味 接着用爆炒的方式料理 增添焦香味 再搭配葱段与高丽菜一起入锅 让咸猪肉附着浓郁葱香 清脆的高丽菜 又能中和腌料的咸味 形成绝妙搭配 我这一般来讲的话 咸猪肉太咸了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 老板会告诉我要搭配高丽菜吃 吃起来真的是口感非常好 不会太咸 很好吃的 接下来老板向我们极力推荐这道 一般在外面较少见的炒骨髓 这是从煲汤改良成快炒的料理 选用新鲜温体猪的骨髓 先汆烫之后 跟葱 姜 蒜等配料一起快炒 最后再加入红萝卜丝 增加料理色泽 就完成一道既传统 又带点创新的美食 妈妈以前是半桌出生的 他们都会喜欢把它做煲汤类 煲汤类他会把它煲得这样子 整个都软烂软烂 吃起来很好吃 可是呢 相对的它很容易腻 很容易腻 然后呢 后来我们就觉得说 用炒啊 用炒它咸度够啊 咸度够吃起来的话就比较顺口 大江南北都找不到这个风味了 炒骨髓这个有嚼劲 很难吃到这种风味 来吃才知道 当初老板决定接手餐厅 全因不忍心爸爸期待落空 而他也全心全意经营 如今达理的有声有色 然而爸爸却来不及看到他的成绩 在他刚回家的短短两个月后 就出了意外 也是古锐琴一辈子的遗憾 爸爸倒下去的时候 他是植物人 因为有人说 植物人最后丧失的功能是拼力 我每天下午 我去医院跟爸爸家 我会做得很好 叫他放心 其实这就是对他的承诺 回到家乡接下餐厅 古老板没有后悔过 不仅仅是对爸爸的承诺 更成为一家人凝聚的地方 还能陪在妈妈身边 就算身体再怎么疲惫 心也是幸福而满足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 我也从来没有后悔回来过 回来接这家店这样子 从不后悔 因为我觉得这家店 让人家觉得很幸福的感觉就是 它是一个凝聚点 那上假日 哥哥 姐姐 弟弟他们都会回来 这个凝聚力让我觉得说 我不累 再忙我也不累 一定有比较辛苦 比较辛苦我们就要认真 我讲我女儿 回来就要认真做 都是一家人在这里工作 我看见你开心了 一家老餐厅串起三代情感 现在谷瑞琴与母亲同住 一起在店里忙碌 陪伴着彼此 随着时间的流转 不变的是当年对爸爸的承诺 守护着家传的客家菜 让有温度的幸福滋味 继续飘香 父亲三岁就开始学肉骨茶了 后来生了四个小孩 到我们他也靠这个汤养家 那个肉骨茶就是有我们家乡的味道 然后他就加这个绍兴酒 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喝起来就很顺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